太后 说裴言谋反 臣等不信的 裴言如果谋反 那臣等也是反贼的 那臣等也是反贼的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请太后皇上赦免裴言 我知裴言谋反 也知仲爱卿 不会反 裴言反反在哪 朝廷得拿出 证据来呀 既然你们都想在 朝堂上弄明白 那就别跪着了 都起来吧 谢太后 这就是证据 洛阳令查了 龙门一合 没有出现 李渔月水之景象 前夕寺 也没有出现佛光普照 都是裴言的把戏 这都是那些好事之徒 蒙骗裴言 裴言轻信 他也是希望扬州平叛 早日胜利呀 张前旭你说说 是太后 雨林军一直奉命监视裴府 发现洛宾王曾经进入过裴府 那怎么不抓洛宾王呢 张将军 你是看错人了吧 薛大人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我在诬陷裴言吗 在下的意思是 没有确凿的证据 怎么能说裴言谋反呢 裴言身为宰相 他是我们大唐的 有功之臣哪 请太后和皇上释放裴言 皇上 皇上 请皇上降旨呀 朕 还是请母后 请母后定夺吧 你们今天 真要跟裴言一伙逼宫吗 这个 臣等不敢 臣等不敢哪 好 那我就直说了吧 在龙门道上 我的鸾鱼 遭到扬州叛军伏击 那又怎么解释啊 太后 有这等事吗 当然有这等事 有人跟扬州的叛军 里应外合呀 太后怀疑 那个里应外合的人 就是裴言吗 哦 如果我不知道裴言 谋反 那我就死在龙门道上了 这么说来 太后可是死里逃生啊 我告诉你们吧 幸亏呀 我准备两辆鸾鱼 叛贼在山道上骑鸡 前面那一辆翻下山去 我命大呀 逃过了这一劫 天佑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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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我 也保佑我大唐啊 注意大臣 请起吧 谢太后 Lad Med 准备如何处置裴岩呢 怎么处置 我说了不算 皇上也说了不算 交给御史台和大理寺联合审定 敌人节 千位到 臣在 你们二位虽和裴言同朝为官 但不要念及私情 秉公而断 臣只遵大唐律法 众各项证据 好 那就由你大理寺和御史台一起审判吧 退朝 退朝 遵旨 你等五个叛贼只有一个可活 谁要是如实招供 谁就活 听好了 洛宾王 洛宾王有没有到达洛阳 有 洛宾王有没有进入裴言府邸 有 那这幅画是谁画的 洛宾王 开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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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节 敌大人 你是来给我送行的吗 这是断头酒 是劝进酒 进 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进地狱之门吧 来 先喝酒 好 不喝白不喝 敌大人 念你还珍惜这份情 我敬你 来 安子审得怎么样了 我可以出去了吗 我裴言是忠于大唐的 我裴言没有谋反 我只是在朝堂上 顶撞了太后而已 是吗 太宗皇帝在世的时候 魏征屡犯龙岩 太宗皇帝杀了他吗 太宗皇帝鼓励全臣要 敢犯龙铃 不必犯处 这是何等的气度 大唐 让臣民记住的 还是太宗皇帝呀 可魏征没有谋反哪 我也没有谋反哪 裴大人 裴大人 一切都很清楚了 裸兵王 去了你的府中 你没有将他送交出去 你就是与叛军联络了 李逾越水图是谁画的 谁交给你的 你拿这个编造 衣和愉悦菩萨显灵 又使太后去龙门 然后再道上西沙 你的计谋 真是天衣无缝啊 可惜啊 还是被太后看破了 裴延 你历令至昏哪 不是太后中了你的计 而是你中了太后的计 是 我笨 你聪明 那么你说一说 我为何要这样做呢 为何 除掉太后 还政于皇上 明白了吧 我裴延是忠于大唐的 千古忠臣哪 怎么 你不信 是啊 你现在是 拜倒在那个女人脚下 让我瞧不起你 狄大人 你将会 遗臭万年 裴兄 不要救我裴兄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 这个女人想自己当皇帝吗 你还是大唐朝廷的 大理四成吗 裴延 我怎么了 我裴延怎么了 你把你自己装扮成忠诚样 君子一般 但你败在你的野心上 为中宗皇帝 有你的功劳吧 朝廷折腾到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在使劲吧 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你还想连一人之下都做不得 我并没有自己想当皇帝 肯定想赶走太后 做一个携天子而令诸侯的曹孟德 你不是曹孟德 你是司马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要再和我敌人节争了 连我都看出来了 难道太后看不出来 哼 只有你控制下的 中书 门下 上书 三省官员不敢说 皇城各部 洛阳府大大小小官员 都看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 我就一死来报答大唐吧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 我陪炎来也 别喊了 裴大人 大丈夫 刚义是气 柔义是气 快去 给太后娘娘写下知罪书 兄弟斗胆 去求求娘娘 保全你一条性命 你自己没有骨气 还想叫我跟你一样 拜倒在那女人脚下 人人都拜 你也拜 次次上朝都拜 你这个滑头 大唐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个监官 荒唐 只有我敌人节知道 如何报得 李唐江山不败不衰 如何对得起 太宗先帝 对得起千万臣民 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有没有这个本事 等将来 自有人评说 你就吹吧 现在朝廷 能压得住的 只有太后 如果太后不在 大唐江山就不在了 胡说 荒唐 裴颜 徐敬业反了 连洛宾王也反了 而且 李唐皇族宗亲 个个会反 是 锐宗皇帝 压得住吗 你裴颜 压得住吗 都压不住 还说什么 忠于大唐江山社稷 保卫大唐江山社稷呢 一派胡言 我聪明的裴宰相 你还是写了吧 保全家人的 性命安宁和吉祥 不 不 我裴颜什么都可以说 就是不能输给一个女人 况且 还是个老太太 我裴颜 堂堂七尺男子汉 臭 你比谁都臭 我只能试着 保住你的妻儿老小 家人不死 也算是朋友一场 谢了 李大人 太后娘娘怎么了 裴颜的案子 已经查清了 没想到 替她说话的人 也大有人在 这一次 娘娘面对的 几乎是整个朝廷的反对力量 裴颜的势力太大了吧 不是她裴颜的势力大 而是她们怕大唐的李氏江山会落在我这样一个女人手里 她们就怕一个女人掌管天下 那 娘娘你打算怎么办 对裴颜是杀还是放 此时 绝不能手软 你的手一软 接下来的就是你的人头要落地了 是 娘娘盛名 杀法决断 此时不得有半点闪失 你只杀掉裴颜越快越好 是 娘娘 我儿明白 奉天承运太后皇帝诏曰 经大理寺审理御史台核准 中书令裴颜勾结扬州叛匪徐靖夜 洛宾王 企图谋反暗杀太后 与自立为皇 判裴颜为死刑 立即问斩 家财即末 其家人和亲戚流放编南 倾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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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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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LAUGHTER 各位兄弟 亲戚 你们做官 升官 都是你们自己努力奋斗的 我对你们 没有尽一份力 可是现在 你们却因为我 虚执流放 远去岭南 兄弟们 我对不住你们 可悲可叹哪 乡亲们 我就是要谋反了 我就是不想让大唐被人篡夺了 放住他的头 我培言是清白的 乡亲们 斩 查封陪府 查出了多少财产呢 臣万万没有想到 堂堂宰相家 尚不及乡下子民 府中储存的粮食 尚不及一旦 娘娘 赦免他的子孙吧 不着急 我知道了就行了 他培言不是个忠臣 却是个清官人 别 别 别 军 快撤我撤啊 为何要撤 军屡次出场 越打越多 这样下去不行了 今日是我军许以此战的时候不可对缩 再不退则全军覆没 我们怎么向太后娘娘和皇上交代 殷将军 有了 有什么 我们可以利用两边的悬崖峭壁 我们可以用落石 用火攻 太好了 这风向是往叛军的阵地吹的 那真是天助我也啊 李将军 我带人上山 你先在这儿顶着 好 我顶着 兄弟们 带好弓箭 跟我上山 上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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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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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来 救命 我都不来的 救命 救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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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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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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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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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